自从当年药族被魂族覆灭之后 魂族的野心也慢慢攻之于众 而魂族之所以会对元古八族动手 这是因为魂族想利用虚无吞岩的吞噬之力 来延续族内的斗地血脉 毕竟这元古八族中早就没了斗地强者 那么 于魂族最终决战时 硝岩身旁有多少强者 在大结局之中 像硝岩身旁的这些红岩之锦 失利都有着不小的提升 基本上都达到了斗圣级别 当初在迦南学院的岩浆地底之下 硝岩和天火尊者要天火意外相遇 之后要天火用他的成名 斗技五轮离火法 让硝岩带他出去 在硝岩带他出去之后 这二人也一直互帮互助 毕竟在前期斗尊强者的帮助还是挺实用的 而之后 硝岩更是帮助要炼制了虚体 在最终大结局的时候 他的实力那是斗尊巅峰 而像硝岩身旁的药老美杜沙 还有清临这三人 最终决战时都达到了斗圣级别 美杜沙的境界是四星斗圣 而其他二人是一星斗圣 美杜沙的本体本就是七彩尊天莽 当初在凭借着九彩元时 以及九幽的冥王族中的九幽黄泉 美杜沙在比关之后 实力更是从斗尊巅峰达到了四星斗圣 这种程度的增火 让硝岩看了也是羡慕不已 毕竟达到斗圣后 每一步的境界提升都十分困难 而美杜沙能够实力暴涨 也是因为这九幽黄泉中 有着远古吞天莽的传承 而药臣和清灵 是因为这皇权妖圣所带来的机缘 从而突破到了斗圣级别 因为药臣本就是达到了半时 其实对于突破斗圣来说 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只不过这时间可能会有点紧 而清灵当初太虚古龙一族 帮他彻底地解决了远古天蛇的残魂之后 托到了萧玄的帮助 自身不仅实力达到了六星斗圣 而且他的灵魂力已经达到地境 与古远魂天地已经是同一级别 再加上此次行动古族严族雷族 更是精英尽出 可以说只要上得了台面的斗圣强者 基本上都来到了这里 毕竟他们现在要面对的是最神秘的魂族 自然是不能小觑 除去这三族的族长之外 这古族还派出了八星斗圣的黑鹰王 而严族这边也不甘示弱 派出了一位实力高达七星斗圣的火灵长老 再加上萧岩的天赋联盟本就底蕴不低 旗内的斗圣强者也不在少数 从中还有这丹塔老祖的帮忙 这丹塔老祖论实力方面也达到六星斗圣 从这一场面来看 就能看得出此次对峙魂族 谁都不敢小训